彭州白朗埃州一席补选提名出现三角战 他们分别代表国盟的卡辛沙漠 独立人士哈斯里以及国阵的阿米莎 在早晨7时左右 国盟和西盟各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支持者队伍 前往提名中心 现场氛围高涨 士气旺盛 各政党的高层领导也清零现场 为他们的候选人鼓敬加油 到场的国阵领袖包括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彭州大臣望罗斯迪 以及马华总会长魏家祥等 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 也到场支持国盟的候选人 受到了党员们的热情欢迎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这次补选将持续14天 选民将在10月7日投票 针对拥有巫统党籍的哈斯里 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白朗埃州席 补选一事 阿莫扎西指出 哈斯里的巫统党籍已自动被取消 虽然在纸面上 国阵与西盟的联合 似乎在选票上具有优势 但阿莫扎西强调 面对国盟的竞选力量 不能掉以轻心 据政坛消息 预计首相安华将在 彭亨白朗埃州席补选后 进行内阁改组 其中阿莫扎西有望被任命为 内政部长 光芒日报援引一名行动党 高级领袖的爆料称 安华计划首先观察 团结阵营的候选人 在补选中的表现 然后进行小规模的内阁改组 虽然首相要密切关注 国阵和西盟在补选中的表现 但考虑到团结政府 已经任期已近一年 内阁改组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这名领袖提到 内阁改组的背后 是由于国内贸易 及生活成本部长沙拉胡丁 阿玉于7月离世的情况 安华正在考虑对内阁进行调整 据其猜测 阿莫扎西将领导内政部 而现任内政部长塞夫丁 将接替沙拉胡丁的 贸工部长一职 还有传言称 内贸部长一职 可能由诚信党提名的 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接任 此外 其他部门也可能会经历改组 其中包括建议 重新设立联邦直辖区部 第二财政部长和人力资源部 有关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 可能会被免职的传闻 也得到了该行动党 高级领袖的承认 党领导曾此前 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幸 对外国游客指控沙巴民宿房间 存在摄像头的问题 表示严肃看待 并提醒民宿业者 如果他们从事违法活动 他们的注册和评级将被吊销 一位中国籍女子在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 分享了她在沙巴亚币蜜月旅行期间的经历 她称 在支付每晚400令吉的费用 入住民宿房间时 发现卧室里的插座内 竟然藏有摄像头 张庆幸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她已经要求沙巴州政府 沙巴旅游局和相关机构 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并采取适当行动 她强调 任何犯罪行为 都必须受到严厉和适当的惩罚 因为这种卑鄙行为 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 还会损害国家旅游业的形象 她提醒所有在旅游部注册 并获得评级的民宿业者 如果他们从事违法活动 并被判有罪 旅游部将采取严厉行动 包括吊销他们的注册和撤销评级 此外 她还呼吁在爱比营RBNB平台上 注册的民宿业者提高警觉 关注员工的纪律 以及检查员工的背景 张庆幸表示 无可否认 发生这种事件 可能是由不负责任的 民宿或爱比营员工的 个人行为所致 她补充说 旅游部将继续加强 对这类事件的监督 绝不会在这方面妥协 首相安华在第78届 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国家声明 强调解决经济增长 与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的重要性 这是她首次以首相身份 出席联合国年度大会 她在现场穿着马来装 全程用英语演讲 安华指出 由于收入增长 未能跟上经济增长 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全球将继续面临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导致国家和人民分裂 她表示 预计全球经济 也将继续受到地缘正值的不确定性 供应链中断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以及充满挑战的 金融状况的拖累 安华强调 现在 超级富豪与超级穷人住在一起 鲜明的对比 体现在入餐桌上的食物 住所 接受优质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上 她还指出 根据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落后了近三分之一的目标 这意味着要么目标停滞不前 要么情况恶化 或者出现倒退状态 安华认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 和全球机构的重组 安华在联合国大会上 不仅关注了全球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还表达了 对马来西亚内部存在的 新形式种族主义的担忧 这种新形式种族主义 表现为仇外心理 对穆斯林的负面刻板印象和偏见 安华指出 这种趋势还体现在 对穆斯林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 仇恨 不容忍和暴力行为的增加 他强调 大马对这些行为 合法化的情况感到震惊 尤其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恶性行为 如焚烧古兰金 这只是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行为 旨在煽动仇恨 他认为 世界必须树立接受 宽容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 促进跨文化 跨文明和跨宗教的理解与合作 他说 我们必须在共识下 致力于信仰团结 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好 加强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和谐 安华在发表了大马的国家声明后 与夫人旺阿兹沙 一同与约一千名身在纽约的大马公民和留学生 共进晚餐 此外 他还在美国纽约伊斯兰文化中心 ICCNY清征寺 发表了周五祈祷步道 并分享了大马 在管理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社会方面的经验 以确保和平与和谐的共存 反贪污委员会 以针对对一位被指授予合同涉及贪污的前部长展开调查 根据马来西亚前封报的消息 反贪污会已经收到有关贪污指控的举报 这些指控与巫统联邦直辖区联委会有关 反贪污委员会目前正在详细研究相关资料 消息中指出 有关贪污指控涉及前部长在授予维修合同时的不当行为 反贪污会已经开始对前天收到的举报 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